大家好,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万29号就中印两军在实际控制线缓和局势进程发表讲话 印度方面正以坚定和不升级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 在分享地面局势的细节时,他表示印度军队在拉达克边境有足够的部队部署 正在坚守高海拔地区的所有重要区域,以应对任何形式的突发事件 纳拉万在接受印度报业托拉斯采访时说 我们非常清楚在所有摩擦点脱离接触之前,不可能发生缓和 印度和中国已经签署了一些边境协议,但这些协议都被解放军单方面违反 他说印度军队非常清楚不允许丧失领土或单方面改变形状 我们正以坚定和非升级的方式与中方打交道 确保我们在拉达克东部的主张和神圣性 那也就是他证实了解放军和印度方面实际上虽然有谈判 但是现在看,双方对后期的撤军效果并不满意 印度方面认为解放军没有遵守相关协议 纳拉万称,印度军队目前正在坚守在高海拔地区的所有重要区域 有足够的人员以储备的形式来应对任何突发事件 他说我们非常清楚在所有的摩擦点脱离接触之前不可能发生缓和 他补充说,尽管我们希望实际控制线LAC和和平与安宁 并对启动建立信任措施持开放态度 但我们仍然为所有的突发事件做好准备 纳拉万不忘说,印度与中国重启 建立信任措施持续保持开放态度 他说北部边境的局势得到了控制 未来几轮与中国的军事会谈将策证于恢复2020年4月的原状 纳拉万讲话前,当地的报道是中方拒绝印度进入德布桑平原 还有高格拉、温泉和点角地区 这报道声称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发生过渗透企图和小规模对峙 对此印度陆军发表一份声明 澄清否认所有这些说法 纳拉万强调,据澄清2021年5月的第一周 印度和中国军队在东拉达克加尔万山谷发生 没有发生这样小规模的对峙 他这个是陆军参谋长 那你从印度陆军参谋长,他这个话里面可以看到 现在首先大家判断一点 就是说这个班公胡的撤军很顺利 班公胡一直是对峙的焦点 我上次已经说过 印度的陆军参谋长也说了 他不想升级 但是并不想什么 并不想在整个中印边界地区自己的军事 军事上处于劣势 所以印度现在是什么 在冲突点在班公胡地区撤军 但是中印两军在哪 在德布桑平原非冲突点 还有在什么温泉地区 刚才讲的那几个中印 或者是印度想让中方撤军的地区 中方坚决不撤军 就在这些地区 在德布桑平原 在温泉地区 中印边界 这个其他地段除 刚才讲的这个 班公胡地区以外 中印边界实际上是增兵状态 实际上是对抗状态 只是对抗是在受管控的 是避免像班公胡那样的发生直接死亡事件 直接这种面对面的互斗 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现在看似中印边界撤军 是在班公胡撤军 因为印度也不想让事态升级 不想发生真正的战争 因为印度需要等什么 需要等美国的命令 需要等美国受益 现在就打对印度不利 印度也知道 那我不能打 但是印度它特别 记住这就是战略 它在等待一个时机 等待美国在台海 或者在其他方向给印度一个信号 那印度会有行动 中国也在防止印度这种行动 所以中国也并不希望跟印度升级 所以在其他地区 中国也进行了什么 布防 所以这才是中印现在一个 一个真实的情况 就是在哪呢 在班公胡大家都撤退 不接触 目的是啥呢 不让事态升级 不让事态升级的目的呢 是以托待变 对吧 但是我也不撤军 你看相关的部队实际上还是在增加 印度刚才这个陆军总参谋长也讲了 印度在边境有足够的军事 军事力量存在 所以中印边界现在还是大规模对峙状态 那大家知道 现在是五月底了 马上到夏天六月份 我觉得中印边界呢 还会发生一些摩擦 只是这些摩擦呢 会不会像去年那样 我觉得不会啊 但是摩擦 还有中印边界的一个对峙一定是会有的 因为很简单 前提是中印双方都不想失去在边境地区的优势 谁都不会撤 根本原因就是战略上的 中国和印度的战略上 有一种对峙行为 因为印度呢 在跟美国配合 要搞这个印太战略 已经是我觉得是板上钉钉了 所以这个战略上 大的战略上 印度是要配合美国 搞印太战略 那么中国判断出了印度的一个战略以后 就明白它的意图了 战略就是意图嘛 那意图也明白了 我不可能在边境地区减少我的军事部署 你虽然现在你办公壶撤走了 但是你整体上是要在这个地区占上优势 未来呢 在某一个时间段 美国和印度如果有了新的变化 特别是高层 高层判断 可以进行一些 对中国进行边境挑衅行动的话 中国在当地是没有部队的话 那中国很被动的 所以这一点上中印边界这个冲突啊 是持续化 长期化 我认为长期化要长达十年以上 另外呢 美军在阿富汗撤军以后啊 阿富汗地区的形势也会变化 那么包括新疆 包括这个与巴基散边界地区 也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 那解放军在这个地区呢 也会有大量的布置 防守 所以呢 我觉得未来吧 包括新疆问题的燃烧 反恐形势复杂化 中印边界也会复杂 所以大家从这几点你可以看到 中印边界会长期化 这种对峙 只是呢 不会像以前 不会像去年啊 双方刚接触的时候 一下子啊 互相之间有死伤 未来呢 双方会控制 不让这个事态升级 但是对抗不会减弱 会在一种 怎么说呢 可管控的情况下进行对抗 所以我说啊 中印边界冲突啊 是个长期化 长期化 不会升级 升级 大家知道啊 升级的情况下会 我觉得说会出现一种地缘政治动荡 特别如果真的升级的话 那真的就开战了 所以中印边界冲突一旦升级 就真的开战 因为背后呢 就是我讲的地缘政治 中国和印度互相都判断对方的意图 对方的意图 你明白吗 印度也判断了中国的意图 有可能收回藏南 有可能真的 对这个拉达克地区进行收复 收复拉达克地区 把这个藏区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 中国真有可能这样 那解决西藏问题了 藏南和拉达克都拿回这两个藏区 你想想 所以印度也在 也知道中国的战略意图 中国也知道印度的战略意图 那如果产生摩擦 一定是战争 这就是战略上判断完了以后 互相之间一旦擦枪走火 那就是直接开干了 所以中印边界还是我说其实很危险的 很危险 并不像其他 其他地区战略上没有意图 如果造成误会 双方会坐下来谈 然后减少这种误会 因为本身没有什么意图 去损害对方 而中印之间 我判断就刚才我讲的 实际上双方的战略意图 已经是准备对对方不利了 那对方也研判了 你要对我不利 那一旦摩擦起来就是真打 所以中印是真正容易产生战胜的 现在我判断 但是现在双方还是管控 印度在等什么 等个时机 等拜登 拜登现在第一年正在管疫情 对吧 疫情先控制住 第二年稳定经济 我觉得在第二年下半年到第三年 第四年就算了 第三年可能中印 也就一年到两年十二个月以后 可能中印边界会出现一个新的变化 印度在等拜登的话 拜登可能在中印边界 在西藏问题上 特别达赖可能最近身体不太好 有可能要完蛋 他可能要换一些这个换灵童吧 转世这个事 那美国印度可能要配合 中印边界可能会出现事情 所以这是我对中印边界 这个长期化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中印边界 现在来说 对中国来说 比台海 比台湾 这个问题还要紧张 中国并不把台湾当回事 中国其实并不想 对不对 那么迫切的是收复台湾 现在可以看到并不迫切 只是防止美国利用台湾这张牌 但是西藏 新疆 那是切实的 确实危害到中国国家安全 所以如果要打的话 我告诉大家 解放军真的有可能在印度 在印度再打一仗 这是真正的 所以今天我把这事 给你说明白了 真的要开一个案的话 也是在中印边界